大家晚安 經過幾個九月的所謂 馬王政爭 再加上十月十號國慶日 臺灣很多人很激烈 向馬政府跟馬內閣來抗議 那麼最新的訊息 就是明天在倒閣 在立法院裡面要倒票 到底第一個草小野大 還是野大草小 有可能票倒出來 變成草小野大 倒閣案就過了 以後很有可能換國會 或者是解散國會 是不是因此臺灣的民意 就可以重新以最新的姿態 來決定臺灣的未來 那麼提出倒閣案的後面 最大的主角 民進黨董主席 所謂今天來跟我們現場 來 大家招呼 主席您好 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主席 主席 上星期五提出來倒閣案 明天還要倒票 國民黨人比較多 民進黨跟臺連跟秦民黨人比較少 有信不信不 大家都知道 這黨之所以要倒閣 就是因為馬江集團當家鬧事 你看從八月三十一號開始 就是黃世民這個檢查總長 偵查都還沒完畢的 林秀桃檢察官就還在問 他已經如獲至寶 拿到不應該公開的資料 照顧到馬總統官邸 他就要報告 這就違法 馬總統這總統 他承諾說他絕不干涉司法 結果不但是聽報告 還叫江儀化 羅志強副秘書長 做那次參詳 又靠電就叫黃世民 再回來就這麼一連串 展開了政治鬥爭 所以九月六號馬總統記者會說 這不是關說 什麼是關說 我馬上出來說 這不是鬥爭 什麼是鬥爭 你還會記住 那個東西 馬英九總統好像是道德高超 黃世民好像正義秉燃 結果經過這一個半月 大家看到完全穿幫 原來是他們不但是在官邸密謀 而且是一起干涉司法參與個案 並且用這樣來整肅政敵 王金平 近一波都是說謊話 你看 馬總統九月六號 記者會說 三天前 我一聽到政經痛心 九月六號的三天前 是九月三號 結果八月三十一號就已經在官邸密謀 這樣騙全體國人 結果黃世民到立法院一倍執行 說不是見一次 是見兩次 更進一步 大家看到 江儀化院長去接受 趙少康訪問說 九月四號 黃世民來跟他報告 他還問他有沒有資料 八月三十一號晚上在總統官邸 馬英九 江儀化就一起看著資料 就一起在密謀 只是在等王金平一上飛機出國 假女兒婚宴的時候 就對後面對著 所以這一場我們都看出來 完完全全是總統用輝華監聽的資料 違法公布 用行政權來要介入干涉司法 並且整肅政敵鬥爭 同時更進一步 把江儀化院長跟黃世民 找來變成共謀 所以江儀化今天還什麼找了一堆 閣言說他沒有參與 沒有什麼 這不是完完全全是睜眼說瞎話嗎 然後你看國慶那一天 你看馬英九跟王金平在那裡 什麼握了幾次手 有沒有一起戴帽子 大家都看得很假 很假 所以今天我們是說要提出倒閣 就是認為說這兩個人一點都沒有道歉 一點都沒有認錯 而且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所以這個隔魁應該下臺 隔魁倒閣一成功 馬英九就出局 所以有七成以上的民意 認為他們不適任 所以如果民意顯現出來 明天一定成功 是 但是一定有必須的主席 這樣問題就接出來 明天不是人民投票 是人民的代表 國會議會投票 所以人民就要看 要再欠差不多10 看你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是代表民意還是代表馬義 所以明天我們如果能都倒閣成功 就是大成功 否則也是讓人民看看 你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是代表民意還是代表馬義 就是以前我們說的人民會另做審判 是 但是主席代表民意還是馬義 民進都還欠超10票 最好是12票 有沒有已經口袋裡已經有拿到幾張非在野聯盟的票 其實我們一直在努力 不過我們還是再一次提出呼籲 希望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們是最高民意代表 要代表民意 不要聽馬義 或者人民會另做審判 但更進一步 我們看到過去一個多月來 很多國民黨立法委員都一再出來罵 一再也認為黃世民要之所進退 一再也抗拒非法監聽 而且將儀化院長公開的對立法院長說三道四 公開的來羞辱立法院 這就是用行政權跟立法來羞辱監督者的立法權 立法委員最應該站出來 不只是代表民意 而且也應該維護自己的立法權 立法院的尊嚴 所以如果不做 那就是透明自甘 這種立法委員不是不代表民意 這種立法委員是自取其入 所以欠10票12票 其實也不一定 只要來一些票 至少可能造成威脅 各位朋友 那江儀化有沒有緊張 面對民進黨提出的倒閣案 院長江儀化 今天也率領全體格員 大動作交開 記者回來回應 大家先聽看看 他怎麼說 在司法官說案爆發之後 本人不僅沒有毀線亂證 本人既不是司法官說者 也不是預謀路人於罪 指導特徵組如何辦案的上級長官 因此所謂共謀發動政爭的說法 實在是毫無根據 特徵組檢察官 申請監聽0972結費電話的程序 並沒有違法 本案也不是故意去監聽國會 行政院對調查小組所做的報告 完全尊重 支持法務部移送檢評會評鑑 行政院依照憲法的規定 應邀前往立法院報告 而反對黨的立法委員 卻阻撓報告 並且放棄他們的質詢權 行政院的團隊究竟有沒有毀線亂證 相信全國鄉親 看在眼裡 心中都十分的清楚 行政院自己本身 當然應該站出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有向總統報告 並且獲得總統的贊同 主席 三十七個部會首長 除了五個什麼故宮 中選會獨立集團不出來 三十七個部會首長 一個不缺 大家都站出來 今天大家都站出來 有沒有可能明天 國民黨立委也求都站出來 聽將一句話 說必須政府加民意代表全部 全部團結起來 怎麼可能 實在說 如果這三十七個人很認真 平常就為老百姓站出來 該有多好 但是現在卻是為了行政院長 為了自己的官位站出來 多麼荒唐 進一步 這樣的排排站的場面 很像那個黑道 穿黑西裝在押政 而進一步來說 如果這三十七個閣院站出來 那江院長說 你看我們三十七個人 哪一個做多少政績 哪一個做得多好 哪一個做得多好 那民進黨還要倒閣 那我們就會站不住腳 可是他不是講任何一個人做得好 或者他自己做得好 反而是只是用空話 比如說他沒有毀線亂證 那請問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深夜 他在總統官邸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毀線亂證啊 那請問他這一段期間以來 像黃世民這樣公佈揮法監聽的資料 公佈本身就已經違反通訊監察保護法 所以公佈的本身是犯刑責 還不是只有政治責任 再看你說未來給我們一年的時間 哪有給他一年的時間 標題說臺灣未來不能等 真的不能等 所以要倒閣啊 因為已經給你足足過去五年多的時間 你做行政院長也快一年了啊 你看看現在的民生這麼痛苦 經濟這麼差 薪資倒退到十六年前 都是你搞出來的啊 不是沒有給你時間 可是你們不是在拚經濟 不是在忙以照顧民生 不是忙以說不要油電莊長 不要再漲價 而是一個半夜來都是在鬥爭 所以這些都是你自己搞出來的啊 所以如果有一點休止心 如果有一點責任感 就應該要下臺啊 還等人家來倒閣 結果倒閣的時候 你不是講出任何你有政績 或者說我們講你倒閣不應該 而是你自己把整個用空話來說 你要執行倒立法案 可是你倒立法案 你第一個就是應該要對立法案道歉啊 你一點點都沒有認錯 好像還錯在別人 這全國民意已經七成多 認為你不適任 所以你說人民看得很清楚 是真的看得很清楚啊 要不是你用黨紀來約束 這些黨籍的立法委員 不然你讓他開放投票看看 這個他可能要開這個紀律委員會 但是也有人在說九月政爭的發動者 是馬英九 還不是這個僵儀的話 那麼就有人在問說 那麼有沒有可能針對總統馬英九 而不是針對這個行政院長 會不會那個箭頭的目標更清楚 譬如說包括罷免啊彈劾啊 當然都有難度 可是為什麼箭頭不是先對著發動 戰爭的那個馬英九 總統 罷免 彈劾 倒閣 這三個都是武器 是 三個都有他的條件 是 那如果倒閣能夠成功 馬英九就出局了啊 是 那倒閣只要二分之一啊 那倒閣我們民進黨就能夠提出來 而且就要開始這個程序了 是 可是如果彈劾就要去連署 是 等到滿了二分之一的人才能提出來 是 所以我們有彈劾的理由書 通通做好了 是 罷免的理由書也都做好 都是憲法學者 很很強的學者 通通做好 那再進行 是 那彈劾再連署 可是要連署滿二分之一才能提出來 是 那倒閣也是二分之一啊 明天就要看有沒有二分之一啊 所以倒閣可以先做 是 那倒閣你可以看得出來啊 因為這一次的江儀化院長 他也是共同震犯 是 他是跟馬英九一起來毀憲亂政的 是 毀憲一起來干涉司法 一起來用行政權 來跟立法權 這三權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他不斷干涉司法 而且用行政來淋入立法 而且還講謊話 是 你留學德國的 你很清楚 這在民主先進國家 只要有任何一樣 是 謊話 說謊 像尼克森 水煤浪就下臺了 那你看另外只要有這種什麼破壞憲政婚記 就下臺了 是 另外非法監聽 是踩到人權跟民主的紅線 而且現在非法監聽已經很清楚 還監聽到國會 那他講什麼烏龍 殊司 可以這樣講的嗎 所以任何一件都應該下臺 因此我們現在有力量提出倒閣 我們就先提出來 是 而且只要二分之一 其他的憲政武器 憲政作為都可以 不過我們還是要呼籲明天的倒閣案 大家很嚴肅的來看待 因為超過七成的民意 認為應該要倒 是 他們兩個不適任 應該要下臺 所以只要將儀化院長下臺 一樣總統也是出局 是 這最新的民意 其實真的如主席所說 六聲七聲 希望總統 或是七聲五 要下來 所以如果倒閣成功 解散國會 那真的就讓最新的民意來主導臺灣的民意 這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一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多謝 本人對於民進黨提出不信任案 表示尊重 但是對於這個不信任案的理由 本人實在無法接受 也相信立法院自會有公斷 如果不信任案被否決 我希望我們的反對黨能夠慎重思考 是不是還要繼續以霸佔發言台 主席台等等這種非理性的杯葛方式 來阻礙國家的施政進展 您現在所看到的行政團隊 是一個有心做事的 臺灣的未來不能等 不信任案將在明天表決 我們期盼並且感謝執政黨立委的權力支持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其實不信任案就已經是憲法上非常嚴肅的一個規定 這個規定代表他的效力 以及行政團隊 因為這樣一個不信任案的考驗 通過之後 所獲得的施政上的正當性 各位朋友 你想看看 一個月前差不多 他們就開這家會在招王津平 在招王津平 後面這兩個人 一個叫做副總統吳敦義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這個將會化議長 主席 當初在招王津平時將會化在旁邊 但是明天要投隔魁的倒閣案的時候 王津平說 我是黨員啦 我一定會尊重黨議 不但尊重黨議 我一定去投票 這個你會不會覺得聽起來有點氣餒 教導你說他應該是維護國會尊嚴 是不是這樣 王院長其實他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他被馬英九開除黨籍 他經由法院來假處分 要保他的黨籍 才能保他的不分區立委 才能保他的院長 這他應用司法的手段 我們都可以瞭解 是 可是現在他的位置保住了 他不要忘記他是國會議長 而這一次的鬥爭是針對他 同時也是針對國會議長 他的位置保住了 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責任 他應該要保國會的尊嚴 這是他的責任 尤其國會議長更應該超越黨派 不是說聽黨的話 所以我們看王院長明天怎麼做 也可以看出他的格局是怎麼樣 進一步來說 將一話院長 如果 如主持人剛才說 在馬英九九月六號開始鬥爭的記者會 他坐旁邊 他就應該告訴馬總統說 我是行政院長 是 是被立法院監督的 我不應該坐在這裡 更進一步 當八月三十一號深夜 馬總統找他進官邸去討論 所謂的黃世民的官書案 偵查的那些筆錄來說 這是一個什麼案的時候 那江宜化院長如果能夠立刻給總統說 這個是司法的個案 我們不能介入 不能干涉 那江宜化的位置格局就高了 可惜的 他不但參與 而且隱瞞 而且一直等到王金平坐飛機出國 來立刻黃世民開記者會 馬總統開記者會 這一些政治鬥爭是這樣開始的 沒有任何人去害他們 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政治鬥爭 才有這一個半夜的新鋒學椅 才讓人民大開眼界 那人民已經對馬英九 對江宜化 對黃世民已經做出裁判了 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都很多人 包括大黨編林洪子 都講黃世民要知所進退 那個曾永夫也是被他們逼退 那這些都比那個嚴重多 怎麼沒有退呢 所以我們倒閣案 就是要叫江宜化退 也是要叫馬英九認錯道歉下臺 所以這整個是這樣來 我相信民意早已經表現了 只是現在的間接的民意 就是要靠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來行使 如果江宜化那麼有自信 那他應該說開放 讓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依照民意來投票 為什麼還要用黨紀來恐嚇呢 來加持呢 那另外一方面 他說他們是有心做事的團隊 如果有心做事 旁邊站三十七個人 他應該一一點出他們做了什麼事啊 可是他們卻做的是讓人民痛苦的事 讓經濟倒退的事 讓整個我們看到的洪仲秋案 發生一個禮拜換兩個國防部長的事 所有的事都是讓人民痛苦的事 那些人沒有站在那裡 大家還沒有那麼切身的感受 所以這整個團隊不是什麼有心做事的團隊 是把事情做壞的團隊 所以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如果真正要代表民意 就應該不要受什麼黨紀的恐嚇 應該要站在民意 當年馬英九之所以聲望會高起來 也就是他在連戰院長的內閣裡面 他辭職啊 他那時候發生白小燕命案等等啊 他的聲望才高起來 所以我們也呼籲立法委員 在這個關鍵時刻 這個國民黨立法委員 要是有誰肯站出來 敢站出來 站在民意這一邊 明明會特別記得他 要勇敢一點 是 主席 但是這很現實的問題 假如明天票倒下去 因為黨紀處分嘛 所以過的人倒戈的情況都不多 反正倒戈不幸而沒有成功 六次沒有上臺的佳英華 有沒有可能變成就為他解套 他變成有上臺的 不要說震盪性的 有上臺的理由 林靖宗懂嗎 他一點上臺的正當性都沒有 因為倒戈成不成是一件事 可不可以上臺是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上臺的原因 是因為他做行政院長 卻超越憲法分紀 來羞辱國會 來講出不應該的話 這是他不能上臺的原因 所以我們都看到國民黨 故意把這個講成什麼立法院空轉 立法院哪有空轉 立法院如果空轉 怎麼明天會有倒戈的投票 立法院如果空轉 怎麼會所有的總預算互違 那為什麼過去一個半夜來 會有那麼多的執行 才讓馬英九江儀化的訪言 一個一個露出來 才讓黃世民急功道歉 所以所以這一些事情 都讓我們看出國民黨 是在盜國為因 進一步來說 行政院長沒有上臺報告 不是什麼大不了 我也當過立法委員 記得嗎 當年連戰用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所有要到立法院來施政報告 立法委員就擋在那裡 那時候包括民進黨 包括新黨 大家在那裡擋 結果連戰 不是一天上不了臺施政報告 不是一個禮拜 不是一個會期 是兩個會期都上不了臺 最後連戰遲遲下臺 而此後也再也沒有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所以所以這個 主席我們一點都不必 被國民黨的宣傳 這樣子來看 但是民進黨六次不讓江儀化上臺 並不是因為說上不上臺 反正不重要 而是因為其實他 他有一個指標的意義 這個指標意義就是你做不到 做到這種違憲亂政 所以我們拒絕你上臺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他違憲亂政 不就是民進黨提倒閣案的基礎 結果倒閣案沒過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違憲亂政 所以我提搞得案 倒閣案成功表示大家有這個共識 他輸了 民進黨贏了 我在也贏了 但是現在我們說是倒閣案沒過 不信任案沒過 當然跟信任是不一樣 可是這個時候還在回過臺說 違憲亂政所以不讓你上臺 要道歉 他的違憲亂政始終是在的 倒閣有沒有過 那是力量的問題 不是道理的問題 所以國民黨是靠他的力量 所以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倒閣過了 這是成了 一個是雖然倒閣沒有過 但是讓全國的民眾 所以我們更清楚地看到 國民黨就是這樣 都港黨的護航掩護 所以人民更覺得說這些民意代表 這國民黨不會客氣 不是講道理的 也不是講對錯的 是用整黨在暗房 如果這樣的時候 人民更會再改天另做審判 那我可不可以 這個東西 我們在當年 是 美麗島軍閣大審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軍閣審判 是 庭上告訴那個法官說 人家沒有判亂 你不要亂判 否則人民會用選票令做審判 所以我們提出這個倒閣案 是依照民意七成以上的民意而行 也看出江儀化馬英九始終不認錯道歉 所以我們用倒閣案出來 如果國民黨說他有黨紀 就可以恐嚇約束這些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國民黨乖乖的 一個都不敢動 那民意一定會尋找出口 會另做審判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講主席 假如明天倒閣案過 禮拜五他也不必上臺 倒閣案沒有過 他禮拜五也不用上臺 民進黨還是一樣不讓他上臺 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說我認為他根本不該上臺 他是應該下臺 不過我們都承認立法院 我們是少數 所以國民黨一定有這個力量 他一定要應用這樣子來做 所以我們這一個部分 我們再看明天的投票結果 同時我們也看我們的力量 但是我們是認為他是不應該上臺 他是應該下臺 同時倒閣有沒有過 跟可不可以上臺 並不是說如江儀化剛才說 倒閣沒有過 就表示他得到信任 他哪裡會得到信任 他始終是得不到信任 你看這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總算沒有投票來支持倒閣 他們也是認為這個江儀化 是不得到信任的 人民也沒有因此信任他 其實他如果要取得人民的信任 馬英九要取得人民的信任 是應該要認錯道歉 並且把成績做出來 把錯誤改正過來 而不是利用黨的力量來維持這個 那我是認為民進黨 就是作為一個反對黨 我們要把民意展現出來 或者你縱算多少人上街頭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主持人你說國慶那一天 抗議四處如影隨形 是真的啊 那這些再怎麼抗議 再多的人上街頭 最後還是在立法院 那作為立法院我們雖然是少數黨 但我們也是要把這個民意顯現出來 那你國民黨繼續凹凡嘛 你繼續得意忘形嘛 你繼續認為你們立法院比較多人嘛 你就橫著幹嘛 那人民一定會算這個賬 是 所以其實人的行為有多種模式 你像過去五次不讓 六次不讓江儀化上台 國民黨基本上是配合的 因為他們金錢也不好 但是倒閣案要他很清楚的投票 要江儀化下台 或者整個政府 整個給他解散掉 這個對他們來講 當然是另外一種狀況 民意展現代表大家也知道 那就到先告一段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民意展現立法院倒閣案 他的結果會決定 尤其江儀化院長 他能不能繼續做這位置 但是 主席 江儀化院不是第一天 在做政府的官員 他在馬政府裡面 也很久五年 他在這裡五年 研考會主委 來政部長 副院長 現在的院長 其實我請問一下 主席 要讓江儀化下台 除了政治理由以外 沒有其他經濟理由 你看看 我們臺灣現在的薪資倒退 我們的工人做那麼久的工時 拿著薪水 卻是全世界後面第三名 做是做最久的集團 這不也是可以讓他下台的理由嗎 我剛才講八月三十一號 總統找江儀化去官邸 如果他能夠講對的話 是 阻止總統干涉司法 那多偉大 格局多高 他沒有做 其實這五年來 他只有做官沒有做事 你剛才舉的例子 他做研考會主委 做內政部長 你看他那時候在推動 這個長照 這些長期照護 現在有做好嗎 他做副院長是穩定物價 物價有穩定嗎 他現在做院長 院長的政績有做出來嗎 所以今天找了那麼三十幾個 好像這個什麼幫派 在為市一樣 那是他們都都做了 所以一定要站 這是在保官位 你如果在做事 在保人民的時候 拚經濟的時候 有這麼好 該有多好 那在賬電價的時候 我們在野黨也是一直擋 結果他就說一定要賬 如果你不是負責 馬英九這樣硬搞亂幹 今天怎麼會物價揮葬 那進一步啊 你看這個正守稅的時候 也是這樣啊 我們也是一直擋 說不能在這種時間 做錯誤的政策 他說會增加多少稅收 結果不但正守稅 一毛錢沒收到 證交稅短收五百五十億啊 所以現在才要去賣官股 才要去籌錢 所以搞的都是這種 所以今天薪資倒對十六年前 失業率那麼高 現在GDP保二已經保不住了 你看這些種種 工時又全世界最久的 工時全世界最久 就是說這一年工作的時間 全世界第三名 然後薪資是四小龍之末 所以這樣的院長是誰害他 他要拚經濟有誰擋了他 反而是他要做錯誤的事 我們都一再擋 可是他每一次都靠人比較多 就硬幹 結果硬幹的結果就是 害臺灣這麼慘 經濟這麼慘 生活這麼苦 現在連毀憲亂政的事都做了 我們要倒閣 差不多而已嘛 剛剛好而已啊 是 主席你剛才說的 他們人那麼多 也許我們話題拉到 民進黨在國會裡面提倒閣案 民間有很多很多 因為經濟問題 因為社會政議問題 一批又一批的人站出來 其中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九八五的白山軍 這些人其實有很多人 是對僵硬化的經濟 還有社會爭議無無好事 各位朋友 我們兩個 不是無無好事 是無壞事 所以你看那個國軍事的時候 那個黑山軍 那個官場工人都是這樣啊 都是人民都苦不堪 你看現在這些年輕人失業率是這麼高 然後你看這個整個物價這麼高 那這個月就這個失業 現在是因為所有的注意力 是到了這個毀憲亂政 看他們鬥爭內鬥這麼激烈 所有的焦點變成在這個 其實這個月就漲了 這個又漲了電價 又漲了瓦斯 連高鐵的價也漲啊 都是他搞的啊 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做好事 還做了一堆爛事 讓人民痛苦不堪啊 所以倒閣其實是剛剛好而已 我們民意這麼強 他現在國民黨就立馬圍 好像突然之間他要團結了 他說什麼不要亂了 要讓他拚經濟 誰妨害他拚經濟 過去五年時間是不是 一直我們就是叫他不要這樣亂搞啊 結果搞成這樣 現在要他下臺 就是因為臺灣未來不能等啊 所以趕快下臺不要等啊 他現在說還給他一年的時間 那什麼叫一年的時間 他說什麼 過過年時間 一年的時間 一年怎麼算的 一年就是憲法說 如果倒閣不成 一年是不能再提出倒閣 不是什麼保固一年 這又不是買機 但是這個什麼一年 他這個還虧是什麼學者 你看看一年不能再提出倒閣 不是他保固一年 去年我們倒閣成衝 九月也是沒有過 可是到了一夜火大遊行 成衝就下臺了 所以沒有什麼保固一年 而是我們用各種憲政作為 來要制止他的毀憲亂政 來解除現在政局的亂象 不然的話 你看這馬英九跟江儀化 這真的是亂搞了 馬英九現在因為他連任了 他也不必面對民意 你看國慶也是亂講話 他到處也是這樣 然後他跟王金平兩個人 也這樣子在國慶臺上 兩個人就好像演成那個樣子 人實在看得好歐 所以有些人來說可以去領通告會 所以我們是覺得怎麼一個國家 被這種搞成這樣 所以倒閣案真的就是要給他一個 人民的意見的傳達 所以立法委員如果有人 真的能夠這樣子 尤其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如果這個時候有這樣的勇氣 我相信一定會深受喝采 而且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才是順著民意走 也是給臺灣一個希望 也是給這種亂搞 把經濟弄得這麼差的 讓民生這麼苦的這種執政官聯 一個警惕 我相信再來就不敢這樣亂搞 主席 中共我們假設就包括馬英九的民間友人 兼顧問陳昌文律師 他這陣子雖然有中心改變 他基本上你說 他不講倒閣 解散國會 讓新民意來 拯對科北公福貿協議 拯對核四 光這兩個議題 讓新的民意來決定 誰是他們支持的臺灣未來的帶領者 這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 用新民意解散國會來決定核四的問題 和福貿的問題這樣不很好 對啊 在民主國家就是這樣 政局如果亂成這樣 而且他們還認為他沒有錯 那就來面對新民意 我做在野黨 我有這個勇氣 我有這個捷舞 那陳昌文寫的那個文章裡面 他也是這樣講 但這個趙少康寫的文章 就說不能不能倒閣 因為倒閣 一再選舉 國民黨溫輸 所以他們是怕輸 所以可見他們是知道民意在哪裡 那你剛才講到這個福貿 福貿也是這樣啊 也是這樣子黑箱作業 完全迴避國會的監督 更嚴重的是沒有讓產業參與 那印是偷偷地去簽 而且強制要給他通過 所以民進黨擋下來了 另外像洪仲邱案也是這樣子 整個軍事審判是這種 如果讓他們繼續這樣亂搞下去 到處都出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個將內閣 將移化應該倒閣讓他下台 然後給這個執政者 一個很有力的警惕 他才會把這種態度改過來 這個反而不要一年時間 可以立竿見影 如果反而你護航讓他過 他什麼一年的時間 那就是照這一套繼續走 那臺灣只有往下沉淪 不可能遏止這些亂象 主席明天在說 倒閣案沒過 將移化認為這標示 我的內閣受到信任 所以可能不斷覆報 核四公投 他如果再提出來的話 核四公投就是 將移化提的 是啊 那結果你看 用的是詐數公投 那他如果每一次都是玩這種 都是不誠實面對 也不勇敢面對 那連個連個這個安全的檢查都沒有報告書還出不來 所以現在你看連國民黨的提案人也撤案了 所以這些民意代表如果真的看民意 就知道這個將移化亂搞 馬英九亂搞 那進一步 你看剛才提到的胡茂 胡茂也是一樣 胡茂協議不但沒有給這些產業知道 連個評估報告也沒有 這個衝擊的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 這個社會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 國安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 連現在開公聽會都不認真開 一個晚上就準備通通把他糊弄過去 聽他國慶說 臺灣跟中 跟大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你看看這種話都是講啊 所以也有一個說法說 為什麼要把王金平搞下來 就是因為這些胡茂被我們擋下來 他對王金平不爽 他不叫警察 他就不爽嘛 所以才會王金平 才會馬英九跟江移化 連鎖要把王金平搞下來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這次武漢很快看 各位朋友 所以後面那個動機才是可怕 所以說實在這次倒閣案 多多招傻到九月正爭 經濟也有關係 兩岸也有關係 原來他另有目的 最重要最重要是讓民生這麼痛苦 他毀腺亂政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是讓他倒閣下臺 其實剛剛好而已 剛剛好而已 來各位朋友 其實這次倒閣案跟九月正爭 當然有相當的關係 然後面對泄密案 監聽案 法務部長羅英雪 給他一馬接觸媒體的傳統 我們聽看看他是怎麼說的 既然他的通話時間是0秒 0秒表示說沒有任何對話 既然沒有對話也無從發現說 這一通是立法院的小總級 所以對於他是不是故意 明明知道已經是立法院的小總級 還繼續掛線 那這一點應該是可以排除 曾經台中地檢署就發現說 他是個小總級了 可是他沒有告訴別的單位 所以這樣的話也是一個缺失 不是只有現在這個特徵組 曾經有過這個掛線掛錯的狀況 另外有六個地檢署 類似的狀況 這表示說是檢察官 就這方面普遍嘗試不足 各位朋友 這是巧合嗎 這是巧合嗎 明天就要針對內閣的 這個倒閣案來倒票 主席 今天一個歌員就上媒體專訪 讓他問說立法院就是亂語言 結果他基本上笑一笑 沒有反駁 還說他這麼抱歉 意思就是說正確 您說的沒有錯 這個是假的 立法院是民眾對他看法 有很多不以為然的地方 這包括我們立法委員的表現 確實有很多 只是讓人家看不起 或者有爭議的地方 這是事實 可是一個新任的法務部長 不應該是那個態度 這也是對國會的另外一種挑釁 那進一步來說 這個法務部長最糟糕的 還不是這個而已 而是當黃世民自己都已經鞠躬認錯 他卻事先還沒有開始調查 就說他沒有犯意 他沒有惡意 主觀犯意 他沒有主觀犯意 那你這個已經把結論講出來了 其他都是作文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法務部長 其實他已經犯了嚴重錯誤 所以這種法務部長 不要說他剛上任 他就也應該是下臺 你日本就有些閣員 上臺都沒有兩天 講錯一句話就下臺 所以這些我自己都當過行政院長 我深深地認為這些政務官 為什麼政務官沒有任期 政務官就是要負責任 所以像黃世民這樣就應該要下臺 所以我們民進黨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不但要擋服帽 要讓他重啟談判 我們不但要軍事審判法要修法 我們更要要求修改法院組織法 我們已經提案了 要匯除特徵組 我們要求黃世民要停止接受調查 或者像這樣官官相附 還能查出個什麼東西來 但是羅部長他進去第一件事就是幫 人家說幫黃世民解套 這些烏龍這些是行政書 是簡單說一句 黃世民有沒有可能躲過國會的監督和糾正 甚至把他看下來 民進黨的記事 我們一定繼續追 因為這個黃世民實在是太超過了 而利用這種監聽的東西 把他公布 本身是犯刑責的 所以黃世民不是只有政治責任 還有刑事責任 江儀化也是有刑事責任 而且可以馬上辦的 總統是因為任期有豁免權 憲法保障 下任以後也是要繼續查的 所以我們進一步來說 民進黨一定堅持這些都要追究 而且要查得清清楚楚 因為這非法監聽是採了民主跟人權的紅線 非法監聽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恐怖國家 是白色恐怖才有的 而且人人自為 是 好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稍稍稍讓我們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正在任務關到村總統和行政議長 那說謊協我們抓到走路台了 但是因為免費高 所以主席我要用倒閣的方式 那明天就要進行實戰的倒閣進行 你有什麼話要跟全國民眾說 跟我們民間的公民社會說 我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盡頭和全國的同胞請安 我們臺灣好不容易走過白色恐怖 走過非法監聽 走過那種集權壓迫 可是現在好像這些惡魔惡靈 好像又跑回來了 如果在這種時候 我們大家進一步 退一步 差很多 我們勇敢的往前挺進一步 我們臺灣的民主才會繼續向前走 而不是走回頭 又回到那種人人不安 被非法監聽的時代 我們如果勇敢的站前一步 這些官員才不敢這樣囂張 這樣子胡搞亂搞毀憲亂政 我們如果勇敢的向前走一步 這些立法委員才會懂得尊重民意 展現民意出來 所以明天早上八點半 在立法院濟南路勤選樓前面 我們大家來見面 我們讓人民的力量展現 讓我們好不容易 已經走到的民主自由的臺灣 保障人權的臺灣 能夠更穩定成熟 讓我們的官員 尤其政務官 不敢胡搞亂搞 讓我們臺灣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不要再走回頭 所以民主進步黨不是為了個人 而是為了整個臺灣的民族 不容這樣子致意破壞 也更不容政務官 包括總統行政院長 這樣子干涉司法 也更不容這種說謊的人 還可以賴在臺上 如果我們真的人民的力量展現出來 進一步 那以後他們戰戰兢兢 臺灣才會有希望 所以這種時間 是你展現人民力量的時候 明天早上一早起而已 希望大家做會來立法院 來展現人民的力量 來讓他知道人民生氣了 人民憤怒了 過去做得太壞 經濟也壞 生活也壞 人權也不保障 軍裝也出事 總總的情況 就是靠你進一步 用人民的力量 讓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要複航 讓民意展現 不是讓馬易囂張 國民黨如果過來個 不要說過來十個十二個 過來一個到兩個 是不是就可以展現這一次 倒閣的意義 就是如果有人在這個時候 尊重民意 來展現這一種人民的期待 我相信人民會特別的尊敬 看重他 這個也是一個時代的改變 也是可以看到一個改變 就可以整個時代更大的改變 那我們一直不放棄希望 我們也認為這是人民的希望 人民的期待 國民黨也不要太得意 不要以為黨議可以永遠臨駕一切 你看馬英九用黨議 幹掉王金平的黨籍 被立方法院三個女法官 就可以把他擋下來 所以現在最高法院的院長也出來講話 各種學者專家都出來開記者會講話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出來 好 主席 感謝 感謝 辛苦 今天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好 拜託 謝謝 好 謝謝